嗨,你们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最新的角色,UR豪杰 本身外貌是长这个样子 这武道服看起来也是升级了 好,时装的部分来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 哎呦,感觉也是蛮特别的 是吧,跟前几个版本长得又有点不一样姿势改变了 信息,格斗,怪人,引爆,内伤,群体不屈 然后本身初始的速度是106,这个是偏慢 弗雷姆116,温德是提速角色122 所以它是偏慢代表可能是很暴力 我可以来看一下普通攻击 单体目标120%的攻击力 第二个,前排目标两年级 打的是牌伤,但是它是针对前排哦 它不是说是牌伤,就是给你写了前排的目标800% 然后第一段攻击有50%给受集的敌方 剩下一个内伤啊 那你增加内伤了之后,崩普本身好像也是内伤嘛 对不对 那你能不能够跟崩普两个搭在一起 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去计算的 不过开场有60%的顺伤闪避 这个角色是我们最喜欢看到的 它存活率就不会太低 然后角色行动的引爆内伤 所以你可能可以跟第一代的二郎啊 这种角色搭配在一起,在青铜组的账号 然后为自己跟周围特化不屈耶 它这个还有并且免疫突破耶 它直接离之前可以突破不屈的免疫掉了耶 怎么会这样子啊 特化不屈这么厉害啊 以防任意角色受到致命伤害时 进入特化不屈的模式的状态 任意角色行动后解除 OK 就是说我们这里攻击会有特化不屈的护盾 然后我们的角色行动的会解除 还会恢复生命值上限啊 每人每场触发两次 可以恢复两次 所以它是半斧 然后半攻 它走的是攻击percent 并且这个角色你要搭的话有内伤嘛 这个是崩坏 奥特化崩坏 所以刚刚点出来的崩普啊 还有这个水龙有没有 水龙这边有一个内伤 可是它这个不知道怎么样去打 可以把技能给打出来会比较炫 总之呢这个角色厉不厉害 我们当前这个黑卷是够的 黄人到时候再开一个新的青铜组账号 然后中途再回来这个地方也测试一下 好不好 看看哪个玩起来比较适合 OK 那么今天介绍这个角色到这边咯 我们明天再见了 后天新的青铜组冠军要登场了 大家拜拜